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洛奇水火箭 欢迎大家 现在我们开始讲 怎么选择一台发射架 看这里 普通用户的选择啊 一般很多人 他如果不想深入研究发射架的话 那么他就会 不知道怎么选择啊 不总的一个特点就是 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想听一下别人的建议去选择 那么一般来说呢 会有这些人群啊 个人的学生或者说个个体的家庭 娱乐使用的 清酒活动啊 星期六星期天啊 到户外去玩一下 或者说一些学校的老师要搞一下校内的活动 普及使用的 学校的老师校内啊或者校外 是用来做比赛的 不是在校内玩的 是校与校之间的一种竞赛 参加竞赛活动的 或者说是一些 培训机构 要在要要要办 办一些很多人的活动啊 这些机构 呃因为他们要是收收一个人收费的嘛 啊 每个学生收多少的费用 就把整一群学生 就到外面去呃 参加几个活动 所以我这样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这些单位啦 呃他们他们要支费购买这些发射架 啊 那么总的来说有很多很多的 人群 那么到底这些人群怎么选择呢 其实 最核心的就是 你们的经费有多少 啊 按经费来选择 不同人群啊 不同要求 不同选择啊 最根本的一个要求就是 呃最根本的一种呃 做法 你有多少的经费去看 对应价位的发射价 以这个为前提 啊 当然啊 这个前提之后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去选择 两喷嘴的发射架 因为两喷嘴的发射架 第一 它的 发射稳定性会更好 第二 整个活动下来 它把喷嘴这个零件 省掉了 去掉了 也就代表了你整个活动 所有的使用过程当中 会省费用 省下一笔费用 起码不需要买喷嘴 所以 在这样前提的基础上 去按价格的一种排序去选择啊 先把这些发射架按价格排序排出来 只有选择那些啊 免喷嘴的发射架啊 只要一一步一步的将不符合你要求的这些发射架就剔除掉啊 只能是这样来选择 我没有具体的型号跟大家推荐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专业用户的选择 专业用户了 其实就是要按功能的分类来选择 按功能分类 怎么样是按功能分类呢 好 现在我打开这个图片 看看这个发射架的集合这里 从A到K 从1234这里 有这么多的发射架 我们怎么样按功能来选择 首先是按喷嘴分类来选择 我们点开看一看啊 有这一二三 这三种 首先第一个胶塞喷嘴 胶塞喷嘴就代表了A A这里 这个A就是胶塞喷嘴了 第二的话是罗纹喷嘴 第二种是罗纹喷嘴 罗纹喷嘴的话 就是只要是领在汽水瓶 罗纹那里的话都是属于 罗纹喷嘴的类型 这里 那么就是 B C D 这里都属于罗纹喷嘴 好 包括这里H H 这里也是要使用罗纹喷嘴的发射架 这里 这里 这一数 那么缅喷嘴的发射架 缅喷嘴的发射架 就是FG IJK 就是缅喷嘴的发射架 大家好 我重新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来说这个喷嘴的分类 胶塞喷嘴 胶塞喷嘴 我用粉红色的 这种就是胶塞喷嘴了 罗纹喷嘴 或者说喷嘴 要使用喷嘴的类型 你看 这个就是喷嘴啊 喷嘴 这个就是喷嘴 这个喷嘴 还有 这个H 这个 这个就是用喷嘴的啊 蓝色的这个是用喷嘴的 这些发射架 剩下的那些都是缅喷嘴的 我没有画出来的这些 这个 这些 装好之后都是 两喷嘴的发射架 站在 发射架功能跟稳定性 这个角度来说 选用 两喷嘴的发射架会更优 其他的用途 你们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啊 我只是说两喷嘴 在发射稳定性这个角度来说 是更优一阶啊 其他的一些发射的用途 其他的一些发射的用途 你们就 根据自己的选择 那再说一下啊 这个喷嘴的分类说完 只要按相控 相控的分类 相控的分类第一个就是无法控制发射的 那么 现阶段呢 这个就是没办法控制发射的 因为这个橡胶塞是成本 最低或者说比较低的一种方方式 这所以导致的这种 支撑架也可以随处个人DIY可以用得到 所以这种发射架是没有一种比较成品的一种发射架吧 或者就算有了也功能不太好 这个就是我说的无法控制发射的一种方案 其他的话就是刹车线控制发射方式 刹车线的 也就是哪一根刹车线这种刹车线 刹车线的控制方式 嗯 这样来表达吧 啊 红色框里面的这些发射架 都是使用刹车线的一种 发射方式 当然他们对应的上面的这些只是一种 锁定跟释放的一些核心的零件 它是核心的零件 他们对应的发射架就是下面这些 所以我我我不不框到上面了 我就不框到上面 啊 这些这个种类 嗯 那么 签绳 控制发射方式的 就是 签绳子来 释放的 我用绿色的 来 绿色的这个框呢 就是 你只需要拿一条绳子 把它牵住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把它一拉 拉一下 一牵 牵动一下 那个绳子牵动一下 拉一下 那么就可以 启动这个 呃 释放发射的一个动作 站在成本 的角度来说啊 因为牵绳子的这种发射架 机构少了很多零件 所以发射架 发射器方面呢 会比刹车线控制发射的 这种方案呢 价格会便宜 啊 也就是千绳子的这种价格 会比这一类的价格会便宜 啊 但是他们的一种发射的稳定性怎么样呢 因为牵绳子如果一牵动的时候 你这个绳子如果把整一个发射架都牵动 移动了 那么就会对 啊 这只索尔键的发射 啊 移动 移动的发射 就可能就发射不准了 但是解决的方案就是 你可以拿一些种物拿石头砖头 沙袋 种的东西把整一个发射架的底座 压紧压实 就可以解决这个说的不稳定 发射会抖动啊这些情况 就可以解决这个情况 第三个 第三个 基称架的分类 无基称架 第一个我所说是无期称架 没有基称架的 没有基称架的 那么就是第一个第一横啊 横着来的 这些 都是没有基称架的 那么这一横呢 就适合 DIY 拿到这些核心的 你们在平时异常生活当中 很难找得到的这些零件 你们找到 买到这些零件之后呢 你们自己去DIY 自己去把 基称架的那个部分解决掉 那么就是可以做好一台发射器 做好一台发射架 这是第一个无基称架的一个选择啊 第二个 基称底板 基称的一个底板啊 你看 第一第二横 横着来啊 它只需要一块板 板 核心的就是这块板 那么配件呢就是一些 啊 汽水瓶 碳酸汽水瓶就是它的一个配件 那么这两种东西呢 组合起来呢 就可以形成一个基称架 两个瓶子呢就可以有角度的发射 四个瓶子呢就可以垂直的发射 那么这个就是基称的一个底板 啊这个底板呢 因为铃酸比较少啊 只有一块底板 所以在费用方面呢 这个底板也是很少的一种费用 第三种方案 就是基称底板 再加上 双边基称架 两边基称的 两边可以基称 两边可以角度调整 就是第三横 第四 就是这两个了 这两个的话它的实用是另外你们自己外配四个相同容量的碳酸汽水瓶 之后这里有一个 角度调整的基称架 是单边的 这里这个底板呢 就是这样子来安排 一共有四种爽折 一二三四 这就是我说的 基称架的一个分类 角度调节分类 角度调节分类 说一下 如果按角度调整的分类 有哪一些 首先第一横的话就不说了 这是一些核心的配件 那么第一横 它是一块板 一块板的话 基本上来说 就刚才说的两种爽折吧 两个瓶子 跟四个瓶子这种爽折 那么这时候你不同的角度就看你拿 什么瓶子 如果是两个瓶子的话 两个大瓶 什么样的角度 两个小瓶 是什么样的角度 啊 用瓶子的种类 瓶子的大小 来实现这个板 的一种 基称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调节 嗯 这就是两种角度的爽折 四个瓶子就垂直向上嘛 打上天 那么0到90度的爽折就是 第三横 这样 0到90度任意调节 随便你怎么调 最后一个六种角度的爽折就是这个了 为什么是六种角度了 因为 呃 这种发射架 啊 他的默认的一个 角度调节大概是 15度为一个刻度 有一个齿轮在内部 做一个角度的一个定位 所以就实现了六种角度的爽折啊 看这里啊 15 30 45 60 75 90度啊 每个15度就有内部有一个齿轮 凹凸位来实现一个角度的一个定位 所以这个是如果是按角度来调节分类 就是这么这么爽折 能量储群平分类 这个可能你们 大 这个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过啊 这是现在为止 我觉得是最新的一个概念吧 一个是碳酸吃水瓶的一个分类 你用碳酸吃水瓶你就选择什么 你用矿泉水瓶你就选择哪一些啊 这么多 那么只用两个选择 我就只说矿泉水瓶这个 这个分类 如果你是用矿泉水瓶的 那么你只能选择 这个 也就是这么多财纳当中 你只能够选择这些 因为只有这个K 的分类 才是亮相 碳酸吃水瓶这个瓶口的标准 来设置开发的 发射器 其他的这些 A到J 这些 都是只能用于碳酸吃水瓶 第六个 发射引导的分类 第六个发射引导的分类 发射引导的意思啊 发射引导的意思啊 发射引导的意思就是 水火键发射出去之后 那么这只水火键是由 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他的一个 稳定飞行啊 的一种 引导的一种方式 呃 外部引导 是不可控的 所谓的外部引导就是这些 用几根 条条在外部做一个 包裹 包裹在外部做一个包裹的这种作用 就是外外部引导了 内部引导 啊 就是水火键发射出去之后 由瓶口那里做一个内部的引导 啊 我觉得 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大家都是想 水火键飞行的时候 更加的稳定 所以内部引导 也是我 向绝大多数人群推荐的一种发射方式 首先是这样子 内部引导 水火键的一个内部引导 发射方式 我说的是引导的方式哈 这些都是免喷嘴的啊 这个免喷嘴中心引导 的发射方式 啊 这个虽然是免喷嘴 这个也是免喷嘴的 但是它发射出去之后 没有一个引导 没有引导 这种是没有引导的 这个没有引导 这个也没有引导 就我说说这个啊 那么这两种 B跟C 就是属于 外部引导的 发射方式 它只是在外部有几根 啊这种东西 在外部挡一下这个水火键 它没有很好的 进到它的一个引导的一个职责 那这就是发射引导分类啊 第七个 第七个 我总结为有这样两两个顺序吧 第一就是拿着一支所有键 之后加水 加了水之后再装到发射架这里 一般人都是这样子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这样子 有一个顺序啊 那么这种加水的方式呢 就抽象的 加水的这个水会有损失啊 看看啊 无损失 没有损失的 加完水之后 它已经把这个喷嘴 塞住了 塞住那个 所以我这样的那个瓶口那里塞住 那个水已经流不出来了 A跟E 这两个 加了水之后它有一个塞子 塞紧那个瓶口了 所以那个水流不出来了 这就是无损失 这种方式是没有水的损失 另外一个是有损失的 有损失 有损失的就是这些了 BCD 有损失的我就我就不画了 BCD FGHIJK FGHIJK 啊 这些啊 也就是只有叫红色的是没有损失的 剩下的这个加水都会 在加完水在安装进发射架的时候 都会有损失 但是 因为你拿着那只水火箭 那个口 向底下 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水有可能就 倒出来了 你如果不想有损失的话 那么你只能拿起发射架 再装到这个水火箭那里 啊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那么还有第二种大类的就是我们拿水火箭做好之后就直接装进发射架那里装进发射架那里 之后再想办法把那个水灌进水火箭体内 有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的目的就是 啊 让加水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水的损失 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这个水有没有损失了 在水火箭50米定点打把这个项目当中 啊 水也是其中的一个变量 如果我们把水这个变量做好固定好 啊 已经让他每一期加水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水的损失了 那么对50米定点打把这个项目 是很好的是很有必要的啊 这个是没有没有损失的 那么我就 我啊 我内部不公开的发射架已经有了 是 这个我已经说过了是专门 是我属于一个那个 啊 没有公开的那种发射架啊 获得发明专利的那个发射架那里 啊 前期的发射架已经有图片公布过了 所以我就不展开了 但是确实是加水方面 它的一个先后顺序是有分类的 那现在为止呢 专业的用户呢就可以按照 你们的使用要求 按照不同的功能分类 来选择你们需要的发射架 那么 那么 这个视频呢 就详细的说明了 怎么样 选择一台发射架 啊 已经说的 呃 比较详细了 比较详细 主要是这个功能 你们按功能 要把这些发射架来区分好 那么 下一节课 这个 呃 设计为一个独立的模块来讲 那么 这个视频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 谢谢大家